速管阿姨马上就来检查卫生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我也整理完备宿舍 地板搞定 保证马上就有宿舍 205的小姐姐们 卫生搞好了没有啊 小姐姐 我没听错吧阿姨 怎么能把我叫这么老呢 潮流一点也应该叫我 速管小姐姐 速管小姐姐 速管阿姨潮得这么突然 今天突然接到通知检查宿舍 你们是不是压力三大 伤不起啊 对对对 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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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伤不起 我向你向你向你向他 电话打给你 远远又在你怀里 表演结束 正式开始检查 一会儿要是让我插到薄荷歌 咱们有一个小船可就翻哦 今天是速管阿姨 不对 速管阿姨 好可爱 一点灰都没有 里面也真正七千 你们二零五真卫生 搞得绝绝子了 谢谢速管小姐姐的夸奖 我们会去努力吧 你应该说 双几 速管小姐姐 我们超喜欢今天的你 怎么都假如 那你们要说 公主请平分哦 公主请平分 必须满分 家人们谁懂啊 这么快就要去检查 下一个宿舍 速管小姐姐快走 你们说 速管阿姨为什么突然 就变得这么潮流可爱了呢 我想破脑袋都不知道为什么 管她为什么呢 反正她不在凶八般 本公主就非常满意 我猜 可能是因为 她最近看多了可爱的 猫猫狗狗吧 每天看林呱呱的视频 人都会变得可可爱 都记得给她点关注 哎呦 猫猫的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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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